凡人游戏 相亲开始啦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半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他是心直口快 多才多艺的外卖小哥 他是温柔美丽 打扮时髦的柜台小妹 他对她原本一见倾心 应该四个人也都会心动 可为何一开口却教训起了对方 作为一个节目来看的话 还是应该要比较重视 肯定肯定说不上一点都不介意 他说的还是表达的有一点点 觉得我觉得过了一点 来到男嘉宾家里后 他究竟做了什么 竟使得女嘉宾赞不绝口 我觉得有这种兴趣爱好 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眼看两人关系有所缓和 可聊天过程中 他们又为何起了争执 过很多男女出去啊 到处乱过啊一种 我感觉这种的话都很不好 一点习惯啊 还是不是很满意 我这里没办法理解的 经过一波三折的两人 最终能否兵事前选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我们等你 爱情和争取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林欢 今天呢是一个周末 那么大清早呢 我们也是来到了大渡口的步行街 为本期的男女嘉宾乡亲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也是要与本期的男嘉宾啊 他的工作生活包括房子 都是买在了这一带 所以呢我们就把乡亲的地点定在了这里 而我们的男嘉宾呢27岁 是一个快递小哥 那目前呢收入很稳定啊 房子也是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一个媳妇要结婚了 那今天究竟他们两个的 相亲过程会怎么样 这个时间还是先来认识一下 本期的男嘉宾 本期这位男嘉宾 贾飞27岁 身高1米77 外卖员 月收入7000左右 主城有房未婚 大家好 我是这期房子游戏的男嘉宾 我叫贾飞 今年27岁 我是一个住世间非常有计划的人 很踏实很上街 我也非常的能自哭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人 平时的话也别得业余生活 喜欢看一看书 然后出点地址一些 我目前的话房子那些都是准备好了 都等女嘉宾里入住了 到了结婚那一步 家里回了一笔钱出来 到时候这个钱来我打算自己 共其住点充实实体行业的东西 因为住实体行业都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女嘉宾还是要稍微要轻快一点 也不要太暴躁 反正我应该是比较一个文化的人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勤快脾气不能暴躁 来来来欢迎你来到我的身边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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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说是周末你刚好休息 对对对 平时工作还是比较忙的 平时工作比较忙的 很早都要出来 然后很晚都要 都要才回到家 反正平时比较辛苦一个行业 当初为什么选择干这个行业呢 当初的话因为主要还是看到 因为自己的压力比较大 反正感觉一个还是比较 挣钱嘛 所以说才选择一个行业的 你有什么压力啊 为什么会连续行业 说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的话要 自己的话要 美国要供278的反正 现在每个月能稳定的收入 会有多少 67000 就还会有上升的空间吗 就比如说你接的多一些 它可能会高一些吗 肯定是一个人 坑跑的话都要高一些 也不坑跑的话肯定比较低一些 因为我常常见到外卖小哥 都是在路上奔跑着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 这个行业也说明了 其实你还是一个比较吃苦耐劳的孩子 对 因为考虑到方便的话 我也希望那边旅家边的话 要稍微吃的铺 因为我现在是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到时候我家的话 如果说结婚轮夹了 他会拿一笔钱出来 我是考虑到还是要鱼家边还是要吃的苦耐劳 我们一起一起做点实体的练习生液 大概有个十几万左右 那你计划未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计划的话未来的话如果可以卖烧烤 就是我们就外卖也消了啥就外卖 然后看到那个烧烤行业反正还是比较吃香嘛 所以说还是比较辛苦 还是希望两个人一起干 然后一个人就是吃不下 可能吃不下这个苦嘛一个人 那既然你要求女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么你对女生的外在形象这些有要求吗 待得出来都行 也不要太漂亮 反正待得出门都行 因为刚才跟你简单的聊天 就感觉到你应该说是对婚后的生活 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划的一个人 你也是已经买了房子的 对的 目前住的这一套是父母的吗 还是你的 现在这套是父母的 我一个人嘛 一个人然后我就和父母一起住的 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我自己的房子是在那个春徽石里那边的 还有五六公里的路过去 就那个房子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哪个房子的话还没有装修 装修了的话一五公分要多到一半 要多到一半 我问一下过去有几段情感经历呢 目前的话过去的话是没有感情经历的 没有感情经历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吗 对对对 那如果是没有恋爱经历 那应该说在恋爱当中是个小白了 算是嘛 但也不全是 因为还是晓得正确的怎么和女生相处 也不是说家里不考虑别人感受 既然你说你还是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 那我就想问一下 一会儿要见面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今天 想法的话 因为天气比较冷 如果说先见面的话 我先买杯咖啡嘛 先 女嘉宾毕竟从一个人的地方过来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堵车 在路上也耽误了一会儿时间 现在确实没到现场 正好呢 也给你留出了一个做准备的时间 是吧 要不然就趁着这个时候 给女生准备准备 看看怎么来安排一会儿的见面礼 好不好 可以 此时女嘉宾虽然已经迟到近两个小时了 但男嘉宾还是很用心地在给她挑选热饮 看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嘉宾 还是挺会为人处事的嘛 奶茶是吗 奶茶热的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 室温热的 但是我问一下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呢 确实也还是迟到了挺长时间的 可能还是有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了 其实这个杯子时代都可以理解 因为可能确实 你遇到事情还是要处理一些 女嘉宾电话来了 你在哪儿了现在 那个客队大饭店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也在 你看到大门口 你应该离我们很近了 但是你可能是走错门口了 你问一下 柯丽大酒店的大门口是开着门的 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咱们来个个人生日的 我们知道 我就先找个行 我白色的 白色的是吧 行 稍微找一下嘛 好不好 女嘉宾直到这么长时间 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 毕竟有一两个小时 如果说 过来说清楚是 确实是有自己 是那些 可能要走转那些 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 是女嘉宾是吗 哇 哎呀 好漂亮啊 真的真的 好漂亮的女嘉宾啊 本期就有女嘉宾 宋子英 24岁 身高1米60 商场服务员 月收入4000左右 四川自贡人 未婚 大家好 我叫宋子英 我来自四川 自贡 然后现在是在重庆 上班 在关影前 那个从北朝市 然后是一个化妆鬼 鬼台里服务员 我身高是1米4 然后我现在呀 都是月收入 都大概是4000多的样子 我的性格都是比较随和 然后也比较温柔 我这个人呢 都是每一只脾气性格的 然后跟大家都能够 相处得还好 给我你的朋友些 然后家里面离人些 我觉得 我个人都是那种 很合逐的人嘛 我的爱好呀 都是喜欢光盖 喜欢美妆 喜欢化妆那些 喜欢打扮 然后平时我空闲的事儿 也会去锻炼身体 我平时还是很喜欢去唱会儿歌 跟几个小姐们一起乐器 去KTV去刷一会儿那种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有度 因为平时上班啊 然后要照顾一下 家里面有还有一个弟弟 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 还是很有分寸 我对工作还是很认真 很上进 很负责人 我是一个很有同情心 很有爱心 也很有负责人心的那种人 然后我对我的这个要求 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找个 很高富帅的那种人心 我就是想找个踏实 上进 然后跟我一起能够 在未来有所发展的这样一个人吧 一定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 有点小心 给了小脾气 女嘉宾走舞要求 踏实上进 有包容心 谢谢 你好 我叫贾飞 一看都是我们很踏实的人 然后身高觉得也符合我的要求 随为某名 很贴心地准备了一杯奶茶 怕那个天气太冷了 然后我走过来 我觉得那点还是很好 很照顾女孩子看得出来 我觉得完全是我今年 录过的节目里面 颜值排得到前三的女嘉宾 就算是很漂亮 感觉全照亮衣 照亮衣 照亮衣 有些人有这么说过 女嘉宾对形象怎么样 看了一眼之后 形象还是跨越 人还是挺漂亮的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应该四个男女都会心动 无论是从颜值还是身材 外在的方面的话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现在看到女嘉宾之后 会不会觉得 这一两个小时是没有白等的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但更多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 识从性格上 肯定嘛 肯定嘛 是这样子啊 因为男嘉宾刚才呢 也跟我说了 虽然说今天你确实 因为一些特殊情况 然后迟到了 还是有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 她也是表示理解 但是我觉得 出于一个礼貌 要不然你自己跟她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来晚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我今天下午 确实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些事情 然后我姐姐嘛 她家里有一点事情 有小孩会哭闹 所以说我就迟到了一点 真的不好意思 男嘉宾 回应一下 其实 确实有事情的话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 作为一个节目来看的话 还是应该 要比较重视 反正我是比较重视 去节目的 所以说我都是非常 那个 熟悉的都在这等到了 结果 男嘉宾呀男嘉宾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反正这种情况的话 也说不介意 一点都不介意的话 是肯定是 肯定肯定肯定 也说不上一点都不介意 但是说 他反正人还是到了 今天还是熟悉的到了 因为家里面确实 别人也有事情 也不可能说 那个事情也有点严重 也不可能说 一枪子先把别人拉过来 感觉只要人到了 现在到了 其实都别得好大问题的了 你真的是个很实在的男生 我说实话 还是很老实 一五一十 把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大家第一次见面 有些话可以稍微委婉一点 好不好 我是有情提醒一下 来来来来会算了 就在删了 后悔了 一说出去的话 破不去的水 我们的镜头删 那是女嘉宾听到的吗 这个怎么删嘛 对不对 我感觉他也是个比较实在的人 就是有啥说啥 应该是那种典型的很耿直的 重庆男孩子 当然我觉得 就是因为第一次见面 迟到了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情有可原的 我觉得 就可能他说的还是表达的 有一点点觉得 我觉得过了一点 就是 怎么说 就是感觉 像就有一点对我不满意了 就是那种感觉 那我希望这种 这种就是他心里面的疑虑 不要一直在他心里 因为我也不是个经常就是会迟到的人 我觉得他得跟说话 就是还是很紫 就有点受不了 可能给女嘉宾的感觉 可能有点伤他 但措施比较方便的 可能是表达了你有所情趣 虽然说有迟到这个事情 但也不影响 接下来两个人的相亲 两个人的发展 就希望两个人这件事情 就暂时放一段落 好不好 我们今天也是大老远 来到了你的地盘上 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 接下来的话 我还是想 邀请女嘉宾的话 因为我们都住在 然后我们上去坐一会儿 毕竟可能女嘉宾大老远 跑过来可能也挺累的 爸爸妈妈在吗 爸爸妈妈没在 行 我觉得可以 那行吧 那你就带个路好不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新安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 怎么说呢 我们的女嘉宾真的太漂亮了 从颜值上来看 似乎跟我们的男嘉宾 不是那么特别的般配 可是我们的男嘉宾呢 是一个家境英识的小伙子 对于未来有很好的规划 甚至准备好了创业的资金 我们的女嘉宾 虽然外形漂亮 但是在这个家境方面 经济方面 工作方面 还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 两个人可以说是 互补型的一个组合 只是见面呢 就很波折 女嘉宾是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男嘉宾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我总算是知道 他为什么27岁没有谈过恋爱了 绑帮华呀 观众朋友们 绑帮华都给你丢过去了 他知道 我都能够造得到了 你不能辞到 我的小伙子都不能够养子了 哇 真的像一个训道主任似的 高情商的做法是 哎呀 今天迟到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非常理解 我们下次呢 有这样的意外情况 可以先告诉我一声 我等起来心里也有底 低情商呢 就像我们男嘉宾 这样的说法了 那么两位今天能否牵手成功 真的还要看后面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男嘉宾 这个低情商的表现 让我为他捏了一把 尽管两人一见面 就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但好在并没有影响 接下来的约会 在经过刚才的一幕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 究竟又是如何呢 小蒋 来来来来 女嘉宾你要问你 跟我们那个编导姐姐走 好不好 我跟她说两句话 我先问一下你 你对这个女生的印象怎么样 说实话 第一印象还很OK啊 很OK啊 现在心都砰砰砰的在跳 说明第一印象还是很好的 对的 我就想来提醒一下 因为毕竟就像你说的 其实你是没有恋爱经验的人 对吧 你刚才还说 你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 但是我看刚刚这第一面 就好像似乎暴露缺点了 我就想跟你说啊 就是能再跟女生 第一次见面时候的男生 一定要大度大气一些 或者你实在不舒服 你可以跟我讲 我去帮你协调 都会比你直接去跟他讲 要委婉很多 好不好 好嘞好嘞 因为一方面确实也是我的缺点 确实人有缺点 确实我以后也会尽量去改正 一些不好的习惯 还有一点哦 因为刚才我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 你说了 你希望能够找一个 吃苦耐劳的女生 未来跟你一起去做烧烤生意 但是你看到我们刚才这女嘉宾 确实还是很漂亮 你觉得她是能吃苦的人吗 感觉的话不像是能吃苦的人 我们的女嘉宾今天 你看绝对是个 可能会收拾打扮的女生 肯定也很爱漂亮 你看她今天穿着打扮 包括她的妆容都是很精致的 那这样的女生 你觉得她能够去接受油烟 这么重的一份工作吗 因为一个是两个人的事情 更多的还是要看 要尊重她的意见 然后她是能想的 她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一个衣服 我心里是一个也不好这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烧烤呢 也不是一定非做不可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别的行业 对头对头 更多的还是要尊重女嘉宾的意见 如果说她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 她有什么喜欢做的事业的话 我自己还是比较支持她 面对美貌的女嘉宾 男嘉宾的立场还真是说变就变 之前再三强调 要求女嘉宾吃苦耐劳这一点 如今已经完全忘到了九霄云外 你这里还挺方便的呀 下楼就是步行街 是的 其实这感觉是挺方便的 这宁静步行街逛街 买东西都挺方便 又轻贵 住了几年了 四年 你这个房子现在在这边 应该挺贵了吧 这边都已经这么方便了 万百块钱买一瓶 现在大肚口的话 最主要的话 还是在往大王大广场那边 在发展 我那边的话 我自己房子是买在王大那里 你自己还有一套房子是吗 这边是你父母家里面住的 对现在一个人嘛 就是跟到父母住的 当时买的事就买成七千多 后头当然一个星期 然后房价都占起来了 都占成一万多了 眼光好好的 谢谢 那边走嘛 家里还是很干净很整洁的 这是个常态呢 还是说知道我们今天有可能要来特意收拾了一下 平时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因为知道人民要来肯定也是打扫了一下的 方不方便简单的参观一下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不仅仅问题的 那行嘛 那走嘛 我们也看一看 这以前 那边是我哥他们在做 那刚是以前我哥在做 他结婚了之后他都出去了 然后是一直空气的 然后那边的话都是我妈老头来做的那边 然后那边的话都是我妈老头来做的那边 那里面是浴缸 我外头有个厕所 那边也是个浴缸和厕所 然后打开就是这样子 我们反正这边都是三十一天 哦 对 刚刚是我煮的 这边的话有时候无聊在家就往下电脑往下手机 平时的话我也比较喜欢一些乐器方面之类的 哦 你好有材哦 这是鼻子吗 对对对 因为刚才看房间的时候我还忽略了一点 因为衣柜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把外在的表面收拾比较好 建议看一下衣柜吗 嗯 可以 我觉得很多男孩子都是把那个衣服就是要么折一下 要么折都不折就有肉在柜子里面 但是男嘉宾这一点还是觉得还是做得挺好的 每一件衣服都是挂得比较整齐 这样穿上去也不会皱 我觉得这个跟我也比较符合 我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 我觉得房间就是小而精致吧那种 还是很干净 我觉得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像我的房间 家里面就会比它还要乱一些 你平时是一个喜欢收拾的人吗 做不做家务啊 清洁啊这一些 嗯 我很少那是也会做 只能说做得不好吧 是这样 嗯 一个星期就一次 我觉得我自己做卫生的话 在承担家务这方面会比较欠缺一些 因为家里面都有人做了 对 所以说我就可能会懒一点 你会不会介意这一点 这个肯定不会介意啊 哦 因为现在也有 现在毕竟女孩子嘛 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能收拾家务这些的话就已经很好了 哇 这个不会介意 刚刚你说你平时偶尔要玩一下游戏是吗 嗯 女生会介意这一点吗 如果它沉迷游戏我肯定是会介意的 相当介意这一点 嗯 就是 我觉得你偶尔就是觉得要放松 要休息一下 我觉得可以打 但是如果你就沉迷于上面的话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 这个只是偶尔玩 之前的话小时候玩的比较厉害 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玩了 嗯 你这样嘛 你拿个笛子 要不要给女嘉宾先展示一下 嗯 可以 展示个才艺 我们待会去客厅展示好不好 出去 好的 女嘉宾也不知道陈琴林不 哦 我知道 我看过这个电视剧 动画片帮你我也看过 我看了依然是非常喜欢 嗯 那我接下来的话 我都吹手舞剧嘛 因为它自己是比较业余的 嗯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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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低摩没铁好不放重来重来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那个低摩有点问题 我又还了一根 嗯 然后我那边都要吹着舞绝 希望女嘉宾喜欢 嗯 谢谢 嗯 哇 哇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挺好的 因为 因为 他因为 今天中天还算是比较精彩 发挥有点时常 而且这个地摩有问题 可以还是可以 你这学了多长时间呢 一点左右 因为 因为 一点左右是自己学的 因为 自己学的 嗯 多么请老师 这是一个 还好 平时建议校的工作可能比较枯燥 要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这个意愈爱好 却提示挺高雅的呀 挺好的 确实有点让我吃不意料 说实话 也算是圆一个梦嘛 因为小的时候都比较喜欢 这方面的乐器 那边女嘉宾对外边 感觉是如何的呀 对 你喜不喜欢这种多才多艺的男生 我觉得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种兴趣爱好 像男嘉宾这样还会吹鼻子 我对音乐这方面可能 就偶尔就喜欢去一下KTV唱歌 然后别的这种爱好乐器这种就没有 我还挺羡慕男嘉宾有这种爱好的 或者说有一个男生是多才多艺的 会吸引你吗 这个会我觉得 我是蛮喜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不管是音乐或是别的方面的话 我觉得有这种兴趣爱好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女嘉宾能够读懂我吹的一些笛子 而且都小的还是非常理解我 既然刚才也说到挺喜欢多才多艺的男生 那你用不愿意跟男嘉宾学 学一些才艺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啊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挺愿意学那个笛子 以前去那个瓷器口那边逛街的时候嘛 就看到前面有两个葫芦的那种 应该叫葫芦丝吧那种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我之前就蛮有兴趣 但是一直就迫于没有机会 这种去学习 我现在如果就是有人愿意带我 教我学习这些的话 我应该是很愿意去学习的 那男嘉宾愿不愿意教女嘉宾呢 女嘉宾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 我是非常愿意帮到学习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想不到平时工作繁忙的男嘉宾 还有这样的高雅情趣 她的这一才艺也当场博得了 女嘉宾的好感 才艺呢也展示了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两个人可能还没有正式 进入到聊天环节 是 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因为第一次来男嘉宾 在家里面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而且我还是这种 两手空空这样的男嘉宾 要不就去我们表姐那里做一下 我们表姐就在前面那个宾馆那里 有前台 那里我觉得也比较方便 而且是我自己家里面的 我会觉得要自在一些 可不可以 看你 怎么样 接不接 可以 那行 完呢 这会就你带路了 好 行 可以 我去睡一个 还没难 不难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自己干嘛去 我来别人家 我都应该加点东西 没事 有点谢谢 给垃圾干嘛 不好 我以这个用了都更新的 我们现在都走马去 我不要在垃圾 好的 男嘉宾在这个环节当中 展露了自己的才艺 谁能想到我们男嘉宾一个快递小哥 不是说快递小哥不好的意思 就是说这种工作其实非常的忙碌 繁重 但是在这个公鱼 她的爱好是什么 既然是吹笛子 而且吹的是陈琴令 真的是特别的有才情 在这个环节上是绝对加分的 女嘉宾顿时就眼前一亮 可能马上就开始脑补以后的生活 尽管我们工作忙碌 但是闲暇至于你的爱好是如此的高雅 我会觉得生活是很有情趣的 在这里也可以提醒一下 我们来乡亲的嘉宾们 我觉得男嘉宾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表现 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意义的 首先把自己的家打理整洁 因为我们的栏目组经常会带嘉宾 到你家里去看一看 整洁的环境会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生活很用心的人 另外就是培养一些小情趣小爱好 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爱好非常高雅 而且生活很有情调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走向 非常的好 感觉两个人牵手成功的可能性 已经大大的进了一步 欢迎迎喜我们等你 一杯药酒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失臂筋骨疼痛 肾云腰酸 妇女七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0一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冬季养肺正当时 气短 在男嘉宾家里小坐一会儿后 两人心中的好感度也在不断加深 然而到了女嘉宾表姐工作的宾馆之后 她俩之间的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转变呢 男嘉宾能经受得住表姐的拷问们 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呀 现在抛外卖 美团吗 那你一个月收入有多少啊 六千至七千 你们家是住哪里的 我们家里一年还是挺经历的 都在下面的军事广场 你哥哥已经结婚了 哥哥结婚了已经出去了 那你们在这边有房子吗 这边然后房子是买在那个 知道春暉时你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 感觉看见我妹妹第一眼是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挺漂亮的 你平时性格怎么样 平时很少发脾气 很少发脾气还是不要发脾气 女嘉宾还是一个性格比较温柔的一种 那种感觉性格还是比较打平 对我们妹妹比较可爱 小聊一人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要多照顾到她的感受那些 嗯 这个必须的 要不然我给你们开个房间上去做到去聊一下嘛 姐姐这边有没有什么还要叮嘱妹妹的话 男嘉宾看着人也很帅气 身高啊这些 然后家庭条件也不错 然后主要就是让妹妹了解一下这个男生的性格啊这些 因为性格很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嘛 毕竟以后性格不好的话也影响自己嘛 性格好的话当然自己很幸福也最好啊是吧 性格方面你可以放一杯个心 我性格我是绝对不会乱发脾气的 但感觉都是感觉和女嘉宾性格很棒 好好好谢谢啊姐姐 姐姐这关总算是平平稳稳的过了 可接下来两人的聊天过程又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男嘉宾的一些家庭情况 还有你的脾气性格这些 平时不发脾气基本上不发脾气 除非是那种感觉还不得原则性的把我气到 可能要生好气 如果说余生喜欢男的话 或者说现在那个年代嘛余生都喜欢玩嘛 但是如果说那种男人自己啊 或者说什么一些太多了的话 也方便我是超出原则性的 我是一点都不能接受的也不会考虑的 但是都说像我们都是平时和同时啊 我的几个小姐妹能够一起出去 又是谁喜欢外人出去 刮儿肝呀吃儿饭 然后还吃儿长儿过啊那种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出去男吧 出去沙吧这种 主要是就是说 你过很多男你出去啊 到处乱过呀那种 我感觉这种的话 都很不好 而且对自己也不好 那我再问你啊 一拼时间的话 希望出去刷的话 晚上一般刷成几点钟 才回家呀 一般还是十二点钟 因为第二天要上班的话 还是要回去洗手 当时心情的话 一下都有点欺负了 一下都好像有点影响了 那个鱼孩子啊 时间关掉的话 还是尽量还是 不要在外头刷得太暗了 但是他仿佛强调了一点哈 让我感觉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嘛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是一个 还多疑的人 你应该是还是思想应该是 比较传统的那种哈 我发现你特别在意那些问题 其实真的 因为一般来说哈 那种正常女孩子 都不会有理想的那种 而且一般女孩子 他如果是真正的想要结婚啊 要刷朋友那种的话 他都不会 他会拒绝 他自己都会去拒绝外面那些 都是所谓的那种 不三不思朋友嘛 那一般女嘉宾出去唱歌呀 出去家们出去旅游 喜欢旅游 都看一般人约我 一般情况下 其实整天我平时还是 很少有小伙伴会约我出去刷 我还是很傻哦 这种情况哈 因为可能女嘉宾呢 是比较有自己生活的人 朋友可能比较多 男嘉宾呢 就是相对传统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如果假设以后 两个人在一起了 你会为了另外一半 而去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吗 如果是真的有了 以后自己的家庭这种话 我肯定还是会减少 这些无销社交的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嘛 如果真的是结了婚的话 还是会有更多的心思 放在家庭 放在孩子身上 这种处理方式你能够接受吗 可以很满意 我觉得女嘉宾很有想法 刚才女嘉宾的回答 你是很满意啊 其实换句话说 女嘉宾也是做出了妥协嘛 那同样如果是你呢 就是比如说女嘉宾 难免有些聚会的时候 可能回来的比较晚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也不代表说她在外面干了什么 大家说聚会比较晚 比如说可能超过12点了 都是有可能的 那你会同意吗 你会不会就比较多疑啊 或者不信任她 偶尔出去刷一些聚会 回来安安一些 我觉得非常正常 真的非常正常 我觉得不会多疑的 哦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一些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刷嘛 包括我也 其实我也还是比较 比较喜欢刷的 你喜欢就是出去旅游的 师傅吗 我也喜欢旅游啊 如果你喜欢旅游的话 那未来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你会愿意拿出一定的工资 作为旅游经费吗 这个是必须的啥 这个是肯定会的 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 是一种很好的缘分 是肯定原因 是拿出自己开机 然后去看外面的风景的 经过特派员的调节 双方都积极做出了很大的妥协 可紧接着 一个更大的矛盾 又摆在了他们面前 比如说因为我平时 我的工资大概都是四千多块钱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 每个月月光处理那种都用完了 但我希望我说我比如说 刷朋友或者结婚 我希望对方哈 就是说经济条件上面 能够都是乘起主量那种 因为我自己哈 确实也存不起啥 存不起啥子钱哈 因为我确实不想 降低过人的生活贫质 为了去刷朋友为了结婚哈 我不希望过得太狼狈那种 你看能不能接受这个种 这个的话 都是还能理解 都是还能理解 多多少少嘛 以一个月乘个200嘛 乘个500嘛 身边肯定是要留点点钱的 他好像对金钱里 别的好大概念的 反正有点过度消费 我感觉一点习惯啊 还是不是很满意 欢迎迎喜我们等你 一杯药酒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盛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冬季养肺症当时 气短 喘咳干咳 痰年 女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咳痰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完 祖方原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要酵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完 因为你自己的话 身边的话 也不可能说 随时随地 到外头的话 肯定是要揣一点钱的 因为像月光族的话 不能太接受 消费价值观 太过度了的 我觉得我的消费观 也不是过度 因为现在这个 无价水平球数量很高 女孩子们 还有喜欢买东西 化妆品 衣服 我确实一个月 也生不到好点 而且完了我父母 我家里面那边 逢时过年过去一些 我个人也要去承担 一部分 对家里面的孝心嘛 所以说我那边 确实如果未来 有了小家庭之后 我那边的经济贡献 确实不太大 我觉得我确实不能理解 他来说 我的那一点 觉得我不存钱 还好我存钱那一点 我真的没办法理解的 那边我认为的话 一工人的话 还是要稍微留一点钱 因为不要 不要用钱太过度了 也存点钱的话 也如果遇到急需 要去死 也手里面也拿得出钱 刚开始聊到的还行 但是后面可能 聊到消费观的 这个话题的时候 确实有了一些分歧 女嘉宾的 目前的观念 可能是觉得说 那如果说 还要让你去承担一些 生活的开销 对不对 那你可能会认为 我找个老公 或者男朋友 找来干嘛的 但可能正在我的角度呢 因为我曾经 跟你有过相同的经历 就是也是月光族 不会存钱 但现在我已经 三十出头了 也成家了 然后我突然 真的会意识到 女生存钱 女生有理财的意识 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你发生了 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 能够靠的就是自己 可能能够带给你安全感的 也就是真的是 自己手上的一些存款 而这些存款 就是靠平时自己 一点一滴的 积累起来的 而且未来 如果两个人 真的成家了以后呢 我的观点 一直都是觉得说 毕竟家庭是两个人的 它不是一个人的 我觉得 不管说 你的能力有多少 都应该多少 为这个家庭付出一些 至于刚才男嘉宾 说的这个话呢 我倒是觉得 挺有道理的 就像你说的可能 万一会发生一些 突发状况 对不对 但是呢 换句话说 你得给他一些 成长的时间 我相信 你过去的时候 肯定也不是说 一来就像现在 这么的懂事 你也是经过了 那这些年的成长 才有了现在一些 可能比较相对成熟的 一些想法 行了 那就感觉 应该是这个环节 两个人聊天 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有什么 打算和安排吗 现在时间也太晚了 想让我从那边上来 看到一个家常菜 我们一起下去 顺便吃个便饭 可以 好 那我们走吧 这轮聊天虽然 并不尽如人意 但之后的晚餐时间 男嘉宾 却仍然热情地 照顾着女嘉宾 这也让女嘉宾的内心 多了一些感动 理解上面 还是多到位的 其他家还跟我们 那句子那种 我觉得它还是多提醒 饭桌上两人的关系 好像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最终 她们能够冰释前嫌 选择坚守 两个人也是经过了 大半天的相处时间 相信也是对彼此 有了一定的了解 肯定心里面 对于今天的选择 还是有了一些 异象性的答案 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最后 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那么这十分钟 你们在门口外面 自行地想一想 最后的结果要怎么做 那么十分钟之内 如果你们愿意给对方 一个签手成功的机会 让彼此更进一步地了解对方 那么就请你们走进这个房间 代表 签手成功 如果说觉得今天 确实是没有缘分 大家可能都不太合适 那么十分钟之内 不需要进来 不进来 最后我们则视为签署失败 听明白了吗 可以的 也许可不可以 我认为签手 我认为签手 是有一个签手 不需要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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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药量足 药劲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盛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0一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还是要恭喜二位嘉宾 确实让我会有点 小小的出乎意料 因为刚刚两个人 在聊天的时候 还是出了很多的状况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两个人肯定也是经过 慎重的思考之后 在我们的十分钟之内 走进了这个房间 就代表了两个人 最终是个圆满的大结局 而那么节目的最后 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 8805 8805 您还可以到 龙湖新一城的二楼 凡然有喜婚恋 现象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也可以去了解 更多的嘉宾信息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 走到一起 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在最后一个环节里面 他们其实是克服了 两个人之间的 一些矛盾点 比如说关于夜店 我们男嘉宾的那个棒棒话 又开始丢出来了 一句 四年钟之前回家呀 我不能接受 让我六二人去暖垢 哎呀 暖垢这个词里 让个相处来的哦 那么关于这个消费的问题 女嘉宾是月光族 男嘉宾也不能接受 啊 你在那个 都要乘个几百块钱 玩意又不死之虚 但是女嘉宾的想法 也有点雷人 她觉得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如果我结婚之后 都还要考虑不时之虚 这笔钱还要我拿出来的话 那我何必结婚呢 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不可以有 我们女生还是要 有自己的积蓄的 你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 一些困难和问题 不能完全说 我嫁给一个人 然后所有的人生当中的难题 都由她来解决了 这个观点 我觉得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 真的是在这些点上 应该是需要 更多的磨合和理解 好 在两个人呢 最后是牵手成功了 在生活当中 更多地去了解对方 更多地去磨合好这段感情 你自己祝福二位 她曾参加凡人游戏 勇敢追爱却无功而返 再次相亲角色互换 她成为被追求的对象 亲爱的 心爱的姑娘 尽到你心就慌张 我给你买的这个 买的味精 她自信满满 店力十足 我自己觉得 我还是很有魅力的 她的电力 能够电倒女嘉宾们 相亲现场 男嘉宾做了什么 竟让女嘉宾 大呼招架不住 她那种台在起来 为了招架不住 男嘉宾又是说了什么 让北陶老师 对她做出如此评价 你说男嘉宾的话 你啃老爸 也就罢了 你还啃得这么沾沾自喜的 为重新博得女嘉宾的心 她秀出自己的男友力 还可以组扶我成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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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安全 足够安全 她能否挽回女嘉宾的心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失臂 筋骨疼痛 胜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0一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冬季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年 女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咳痰痠 请用养无疾牌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泪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